印小灰拿四千五 一个市长拿七百万 只能相信吗 罕见动怒气到垂玻璃 民众党秘书长周虞修 被问到柯文哲传有七百万 不明金流 是这个反应 哪来七百万 不是都澄清了吗 拍了拍记者的手 民众党立委张旗凯 情绪也有点激动 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 跟召开记者会力挺柯文哲 批减调泄密带风向 还拿金华城办政治现金案 用金华城 当作幌子 申请到搜索票 然后开始再问逼案 各式各样的办法 企图要罗制柯文哲主席入罪 摧毁柯文哲青年的形象 要人民如何相信 这不是政治追杀 痛批减调政治追杀 但不止周刊报道 有七百万不明金流 又平面媒体称 减调质疑一百七十万金流 跟金华城有关 北柬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媒体被你们搞得非常的混乱 北柬必须要清楚的说明 不要再混了 没正面回应只向北柬出面说明 连先前才杠上黄珊珊 陈志涵的前立委陈婉慧都出席声援 呛执政党呛到哽咽 你不是最重视程序正义吗 对民众党种种指控 北柬五点声明强调 未泄露任何侦查内容 对媒体报道不予置评 且侦查作为均严守正当法律程序 客尊侦查不公开相关规定 民众党上楼下权力相挺 就看民众相不相信 三生郭顺世宣台北采访报道